冬天的肌膚的狀況 那現在上游是為了要鎖水 嗨嗨 早安 大家好 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的Vlog呢 May要來做一個一日的蔬食挑戰 一起來都有蠻多不吃肉的朋友 跟我敲碗更多的蔬食料理 雖然我自己本身還無法割成肉 但是我私下真的也蠻喜歡做蔬食料理的喔 特別是在吃太多的時期 會特別安排一個蔬食日 讓自己的身體稍微減少負擔的同時 也算是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喔 那另外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的皮膚好像有變好的趨勢喔 沒錯 我今天也要來跟你們好好的分享 我的冬日保養新發現 就像今天的蔬食料理一樣 從減法開始 用最簡單天然無需繁複的食材 就能完整攝取到食物的美味與營養喔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開始一日的蔬食挑戰 因為家裡還有酪梨 所以今天還是要做一個酪梨吐司 比較不一樣的是 今天要使用鷹嘴豆 它是來自中東蛋白質很高的一個豆類 很多蔬食的人會透過攝取鷹嘴豆來補充蛋白質 先將鷹嘴豆瀝掉水分 放入碗中加鹽胡椒調味 接著加入義式香料 紅椒粉 還有一匙的橄欖油 用湯匙均勻的拌勻 接著放入氣炸鍋或者是烤箱 大約180度5-8分鐘 等待同時將洋蔥切絲並切碎 番茄去籽之後也是切碎 在碗中把鹿梨壓成泥 加入洋蔥以及番茄丁 鹽胡椒 均勻的拌勻 全簡單美味的酪梨醬 接下來教大家如何煮出半手水波蛋呢 先將小鍋水煮沸 接著關火至不再冒泡 用湯匙製造漩渦 將蛋滑到中心 等待約2分鐘即可 在烤的酥脆的黑麥吐司上抹上酪梨醬 接著加上氣炸香料櫻嘴豆以及半熟的水波蛋 烤鷹嘴豆酪梨醬水波蛋吐司 恩~~ 鷹嘴豆我是用比較濃郁的辛香料去調味 所以它有點鹹香 很像我們在吃那種小點心的感覺 那因為鷹嘴豆它本身呢 就是它是很天然的豆類 那吃起來我覺得是比較偏扎實 有綿密的感覺 然後呢 酪梨醬我用番茄跟洋蔥 所以吃起來是一個很清爽的搭配 搭配這個流血的蛋汁 太完美了 我覺得鷹嘴豆吃起來很有飽足感 而且我剛剛看它那樣子一罐 蛋白質真的相當的高 我雖然用的不多 但是我這樣子一份大概有5到6克的蛋白質 蛋白質估算的部分 鷹嘴豆約5到6克的蛋白質 一顆蛋 全麥吐司一片約含2到3克的蛋白質 因此這樣子一份約有14到15克的蛋白質 關於我的飲食理念啊 我一直都是滿自由自在的 跟隨本心出發去進食 因為對我來說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只有你能不能找到屬於自己 讓你覺得舒服而且可以長期持續的飲食方式 則時尚我一定會堅持選擇天然 而且對身體有益的食材 而且要保持食不過量的原則 就像好的一餐不用複雜不用加太多添加物 保養的程序太多反而也會造成負擔喔 尤其是當季節變化的時候 保養反而要從減法開始 吃少一點但是吃對 當大家困擾於琳瑯滿目的保養品該怎麼選 我覺得要好好照顧好肌膚真的不用多 那這次也是很高興收到綠層生機的邀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品牌 那他們是非常注重天然純淨以及環保 環境永續理念的台灣其家的品牌 那我個人是非常欣賞他們 所以在過去也有支持過他們的髮品 我都覺得非常的好用 那這次呢是要嘗試呼應所謂減法哲學的 一遊一學兩個步驟 去搶救我們冬日因為換季的乾燥的肌膚 上一週呢我的皮膚是相當的粗糙暗沉 就是很無精打采的樣子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冬天的肌膚的狀況 那我本身呢是屬於混合肌 就是我這邊鼻頭啊 T字部位是比較偏油 我摸起來有一點油油的 然後很容易冒出一些小粉刺在我的鼻頭 那我這邊臉頰的部分 尤其是這一塊是偏乾的 我的肌膚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的黑眼圈特別的深 尤其是在我睡眠品質沒有那麼好 然後還有換季保養沒有特別加強的時候 整個人就會看起來很沒有氣色 沒有精神的樣子 現在是我的素顏狀態 看起來是不是膚況超好的 因為我已經用這個一有一水步驟 已經連續七天以上 然後真的感覺皮膚也比較透亮 那這個保養的程序呢 我通常是早晚的時候都會各服用一次 那現在就來分享我的冬日保養兩步驟 他們的玻璃瓶罐還有包裝紙盒的部分 都是回收製成的喔 那現在呢我要先把我的臉給沾濕 那當然你可以在早上起來洗臉之後 第一個步驟是補水的程序 為你缺水的肌膚注入水分 像起來的感覺是很滑順的 而且我超級喜歡他們的香氣 有一種療癒的效果 那像我自己呢是屬於混合肌 所以我的臉頰這邊 尤其是這一塊 我會多多的加強 還有就是冬天啊 有時候下巴這邊也會容易出現一些小粉絲 那接下來就要上精華油的部分 那為什麼要上精華油呢 因為剛剛我們是補水嘛 那現在上油是為了要鎖水 也就是加強保濕 那我很喜歡這一瓶精華油 是因為它不會給我一種過於油膩的感覺 所以啊這瓶真的有打破我對油的印象 因為過往我是有一點抗拒使用這種精華油 因為我會怕就是我的油光可能會更加的泛濫 但是我發現這瓶完全不會 它用起來是非常的清爽不膩 那我自己用了一段時間下來呢 明顯感覺到我的肌膚變得明亮許多 而且膚況變得比較穩定 整個人的氣色也看起來更好了 那因為綠豚生肌 他們非常在意對環境以及肌膚的永續 所以啊幫我們減去了 2700多個非必要的成分 也減化了瓶瓶罐罐的程序 強調說對的不用多 只要一油一水兩個步驟 就能幫助我們解決我們皮膚的困擾 讓我意識到原來選擇到對的寶石真的不用多 天貝呢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它是來自印尼的國寶級食材 是由黃豆花小製成的 那很令人驚奇的是 它的蛋白質非常高 那我買的是有加黑豆的 所以有看到一粒一粒的黑豆 那要如何料理天貝呢 首先我會先將天貝切成條狀 接著切成一入口的大小 在天貝上撒上鹽胡椒 以及義式香料 一匙的橄欖油 稍微的拌勻 別忘了撒上一把蒜末 接著準備蔬菜的部分 將紅黃彩椒 去紙之後 也是切成一入口的大小 紅喜菇一包 去蒂頭 去蒂頭 用手撥開即可 它是青花菜苗 長得很像花椰菜 但是它是花椰菜的小朋友 將青花菜去除較硬的粗梗 它南瓜 南瓜的話 去紙切片即可 在蔬菜上面撒鹽胡椒 義式香料 紅椒粉 以及一匙的橄欖油 和天貝一同入烤箱 約10到15分鐘 水煮毛豆與花椰菜約2到3分鐘 接著來自製花生青檸淋醬吧 在碗中混合一匙的花生醬 蒜末 檸檬汁 以及溫水 好美的佛陀碗 加上椒鹽烤黑豆天貝 以及自製的花生青檸蒜味淋醬 高蛋白質高鮮的素食佛陀碗 完成 下面是薑黃飯 自製 佛陀碗 超多不同種類的蔬菜 然後今天的主角是 椒鹽天貝做花生青檸檸醬 天貝本身呢帶有豆味 然後咬起來的口感是非常的扎實 其實我覺得也是很像薯塊的那種感覺 只是它的豆感會稍微明顯一點 然後我淋的是花生淋醬 所以會更帶有一些花生的腳感 還有香氣 然後稍帶一點點小小的甜味 我覺得這樣的搭配非常好吃 那天貝的話我一次大概是吃半份 所以半份的話是有20幾克的蛋白質 那其他的蛋白質來源呢 像是花椰菜啊 然後毛豆 跟菇 還有薑黃飯裡面的藜麥 其實都含有蛋白質 所以這樣子一碗大概也有將近30克的蛋白質 吃完午餐之後來到健身房練臀腿 所以今天的第一個動作是 北港深蹲 20公斤的空港暖身之後 掏上阻力袋 從50公斤開始 北港深蹲總共做了四組之後 第二個動作來到史密斯的分腿蹲 分享我最愛的組合 首先單腳先蹲個10到12下 然後再進一步 接著直接上身前傾 刺激到我們的臀肌 做徒手的單腳硬舉 完整的榨乾臀腿的力氣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組合 總共做三組 下一個動作腿推 主要針對大腿前側以及臀肌 我會建議兩腳在收回的時候 可以控制並且慢速 臀肌會更有感喔 最後榨乾臀腿的組合 是阻力的胡靈深蹲 以及硬舉 在做硬舉的時候 上身前傾 膝蓋不刻意的彎曲 刺激到臀肌之後起身吐氣 最後來一個阻力的螃蟹肿 15到20下 臀肌超級有感 晚安 由於上午吃了不少東西 訓練完之後沒有到很餓 來到喜歡的咖啡廳 點了一杯熱卡布 換上燕麥奶 享受溫暖的卡布 同時來個高鮮的低醣曲奇餅乾 晚餐的部分來個家常美味低成本的菜色煎雞蛋豆腐炒豆芽蔬食碗 吃貨們一定要學起來 準備的食材 加長豆腐洋蔥 蔥段蒜末辣椒 兩顆蛋 鐵板豆芽 以及蔥花 先將一塊豆腐以廚房紙巾包覆住 等待約10分鐘 接著在碗中 打入兩顆蛋 稍微用筷子打勻 接著將剛剛的豆腐取出 並切成一入口的大小 把可愛的豆腐加入混合好的蛋液中 接著準備調味料的部分 我加的是蠔油 米酒 以及醬油 跟少許的味醂 用湯匙混合一下 平底鍋 倒少許油 下剛剛的豆腐蛋液 注意這邊用蒸火 然後不要太快的翻面 讓表面有一點金黃金黃的 盡量用鍋鏟 讓豆腐兩面都呈現美好的金黃色 接著倒入碗中備用 剛剛的平底鍋 再倒一匙的橄欖油 下洋蔥 綠蔥段蒜木 以及辣椒 以中火炒製金黃色之後 加入豆芽 加少許的水 蓋鍋蓋 燜個三分鐘 倒回剛剛的豆腐蛋 以及調味料 持續的拌炒 讓豆腐入味 撒鹽胡椒 以及一匙的香油 跟蔥花 稍微關火拌一拌 就可以美味享用囉 蔬菜的部分 我水煮了菠菜 以及紅喜菇 大約等待個 一到兩分鐘 美麥味成盤 在菠菜咕咕上淋上一匙的胡麻醬 以及鹽胡椒 拌勻一下 接著拿住我的私藏毛豆香鬆 最后愛吃辣的朋友 別忘了加上一匙的辣油 享受深夜的蔬食饗宴 一天下來 美大約攝入了80克的蛋白質 其實以健身者的需求而言 這樣子的量算是滿足夠的喔 當然除了我強調蛋白質以外 我相信蔬食飲食 還有很多其他的好處 比如說很多蔬菜 微量營養素 蔬化素等等 都可以幫助我們穩定血糖 降低血脂的作用 所以我會鼓勵大家 多多去含瓜蔬食飲食 在你的日常的飲食內容中 還有啊 如果你對今天妹所介紹的 冬日保養有興趣的話 綠成生機現在給新朋友註冊 馬上領100元的購物金喔 除此之外啊 因為綠成生機了解 挑選產品的不確定性 還有擔心 所以啊 他們提供非常罕見的 到貨45天 無條件退換的服務喔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購買起來 最後呢 只要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你最在意的肌膚困擾 我會收出兩名幸運兒贈送 活翠修護精華露 以及綠色海洋精華油 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 你的肌膚困擾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